他说的那些话你就当没听见 别咬我心里去了 但是 牧总监说的都是事实 如果不是因为我 你不会落到今天这个样子 迪爱的上市只是我对我父亲的承诺 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 所以我并不觉得可惜啊 你想要什么 我也没想过 我只知道自从离开迪爱之后 就卸下了浑身的包袱 整个人感觉轻松了很多 虽然现在没有了目标 但是我很开心 你说得云淡风轻 但是我知道 你舍不得 毕竟 你是信于你的父亲 颜大小姐什么时候变成知心大姐了 丁文啸 你有什么话就说啊 你回迪爱吧 别因为一些不值得的 失去一切 我自己的事情我知道该怎么办 我饿了 吃饭去 你尝尝 特别好吃啊 我请你吃饭你干吗带我来这儿啊 因为这里接地气 在大城市工作不容易 赚钱也不多 这里呢 经济又实惠 开心吃饭 开心喝酒 无拘无束 而且实惠 不也挺好的吗 你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实 什么叫好像啊 这种幸福感是发自内心的 你想想啊 如果你忙碌了一天 晚上来到这里 吃点海鲜喝点啤酒 是不是特别幸福 跟着我 来 放松 来啊 来 把手抬起来 老板 两份鱼蛋 任叙 过来一起吃啊 不吃了 司机还在家等着呢 你叫他一起来呗 他今天受凉了 就别让他出来了 你们是你们的 甭跟我客气啊 好 你注意安全啊 那个任叙好像对念司机 挺有兴趣的 好嘞啊 他俩就是一对活宝 多加点这个 还依稀记得 当初我来这里的时候 这里冲出着一股 难以接受的味道 许墨尘怎么不来这种地方 他到底怎么想的 但现在闻起来 觉得这是那么熟悉 为什么我感受不到 凌珊所说的 那种失去的惋惜 而是一种踏实的满足 我真的是该忘记过去的一切 重新开始 你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我这件衣服 买大了 能不能改和身一点 我给你看一下 新衣服 好 我给你两尺寸 好的 麻烦转过来一下 先生想什么时候去啊 我两天后过来去 颜师傅两天后可以吗 可以 好的 行 那就麻烦你们了 好 慢走啊 再见 欢迎光临 吴霄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 我可是你的老同学 你在哪儿我能不知道吗 你们俩串通好了是吧 你们两个一定有很多话可以聊吧 我放假 严夏 真没想到 你现在竟然成了严夏的员工了 她可不是我的员工啊 她是我的合作伙伴 严夏这丫头 最近老是早出晚归的 肯定有问题 不行 我得去看看明白 妈 你去哪儿 我去运动运动 这个点运动不可能吧 有什么不可能的 那我陪你去好不好 你为什么要陪我去 你要万一摔倒了 我可以扶你一下呀 说什么呢 你这口气巴不得你妈不好 是不是 没有 手机拿来 你去运动要我手机干嘛呀 拿来别废话 完了完了 这是查我姐去了 没想到 你在这儿待着还挺习惯 一点都没有落难的感觉 我落什么难了 失去了迪埃 又失去了大房子 你难道一点都不心疼 迪埃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包袱 那座大房子 就像一座孤独的城堡 消失光年虽然小 但是却温馨了 你说的温馨 该不会是严夏吧 我说的是氛围 你就别嘴硬了 我要帮你 你拒绝 严夏帮你 你就接受 这样的代价差别也太大了 你刚才没听严夏说呀 我跟他是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穿着情侣装的合作伙伴呢 你够了啊 这是工作服 不是情侣装 一切那么多